第一次誒我們去錄影好吧 兩天大暴雨 那個蟲是這種紮開的 這酷東西太酷了 多少錢 9000 我說謝謝 你當下收到 哭出來啊 那不是心意的問題 那是錢的問題 這邊不會排到 這邊不會 你要試音嗎 我們的麥克風 12345 12345 哈囉歡迎回到超人社 我是你們今天的主持人 R1 每集超人社呢 我們都會邀請來賓 來分享他們自己喜歡的酷東西 當然還有他們自己的 獨特的穿衣哲學 那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歡迎我們今天的社員 黃鴻軒 哈囉哈囉大家好 我是黃鴻軒 其實今天我們來拍這個錄影單元 很應景啊 就除了這些裝備之外 天氣也非常應景 剛好下了一個大暴雨 天影條條來這邊 然後淋得全身濕人 很像真的在錄影 那首先呢 就有請來賓來分享他們自己的穿搭 我穿了The North Face的背心 還有Wisdom的長袖的T-shirt 跟短褲也是Wisdom的 然後鞋子也是The North Face的新的鞋 我覺得這很適合Outdoor 所以我今天就這樣穿 非常層次感 就是即使到戶外野營露營啊 穿搭的層次還是不能忘 對因為我覺得在戶外露營穿搭 是要比在市區來的更重要 花這麼多時間準備要來露營了 就一定要在山上拍一些帥照 哦 沒錯 對 所以每次出來露營 都會搭配得比平常還認真 真的 真的真的 我有一些朋友是 平常在市區是不化妝的 男生朋友 一到露營營地 哇 全裝 我們繼續要來這裡帥的 最近其實參加那個 全明星運動會 對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參加這個節目的感想嗎 我覺得進全明星最大的差別就是 很久沒露營了 哦 多久了 我已經大概有半年沒有露營了 像我今天來 最近還跟我朋友說 我好想露營喔 等一下在山上 做一個很類似露營的工作 對 對 有點算小小滿足一個 近期的小願望 你之前是每個月會錄一次嗎 每個月大概兩次到三次 錄得蠻兇的 因為我們可能剛入門一年 然後就一直蠻瘋狂的 蜜月期 還在蜜月期 還在蜜月期 蜜月期 有 我曾經遇過我們去錄三天 兩天大暴雨 那個蟲是這種炸開的 嚇死了 因為那個營地新的 還沒有開始出蟲 是另外一種體驗 開始錄營前我很怕蟲 錄營之後 就已經不怕這些野外的一些小天草 你覺得 錄營有沒有什麼最吸引你的地方 推薦給這些觀看的朋友們 就是如果你跟一些朋友不熟 但你非常想跟他們 有一些很親密的認識 好比如說追女生也好 好比如說跟新朋友認識也好 都很建議大家直接約來錄營 你說我跟他第一次 欸 我們去錄營好不好 對 就直接約 直接約 因為我覺得在山上 會遠離手機 你就變成我們現在大家在一起 兩天三天 就是要很密集的相處 就是不會有人在山上一直玩手機 因為訊號不好也很麻煩 對 那這兩天三天 就會加深彼此的感情 吃飯也一起 喝酒也一起 對 然後去西邊玩一起 幹嘛都是大家一起 那接下來要問說 其實去錄營啊 大家都會有一些 買一些裝備或給西的 你自己是一個裝備控嗎 我其實不太是 但我是屬於實用控 我買的東西都是 我一定會用得到的 像我就有一個朋友 張宣睿 我們大家很喜歡錄營 然後我們是同時入門的 他現在的裝備明顯高出我 三四個層級 這個年輕人 因為他全部買了一堆燈 十幾二十個燈 然後叮叮噹噹 琳琳滿目的 像我可能就只有一組燈 對 然後他可能帳篷 買了三四五六七八個 我可能就這麼多個 我可能就兩個 他知道幹嘛 去出去打仗是不是 他就覺得每次 露營也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好看的裝備都很貴 沒錯 露營到進階開始玩那種 煤油燈 企劃燈那種 一個燈幾萬塊的燈 你不要覺得他小小在那邊好像沒什麼 有可能這個東西 像你說好幾萬塊 對 開始覺得露營好累 房車 我跟你講露營是一條不歸路 你最後真的會露出街頭 那既然我們講到不歸路這一條 因為我們這個潮人社的宗旨呢 就是會請你分享一些 你最近入手一些什麼 有趣的單品 酷東西 所以剛好今天我覺得 洪軒有帶來幾樣商品 他可能不會是普遍人家認為的酷東西 但他是我心裡面的酷東西 分享給想要露營 或喜歡露營的朋友 好 那首先第一樣來請洪軒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去露營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需要枕頭才能睡得著 然後我買過大概五六顆枕頭 這是最便宜的 這個才九百塊 可是我睡它是睡得最習慣跟舒服的 我覺得可能是一開始我接觸露營的 第一次就是用它 所以它給我一種安全感 熟悉的感覺 熟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很酷 後來就換不掉它了 到現在都還是用它 對 兩年前第一個買的 到現在它還在我身邊 其他的我都已經在社船賣掉 那接下來這一個 這有什麼來頭嗎 這個沒什麼來頭 這也是我心裡面的酷東西 跟它是一組的 就是有它在它就要在 所以這是睡袋嗎 這是睡墊 露營的時候地上都有一些石頭啊什麼的 所以每個人都一定會買自己的睡墊 對 但是這個睡墊我覺得CP值超高 但是我一開始入門露營的時候 我就跟某一間露營店老闆變得很好的朋友 他就跟我推薦說 其實他有賣很多很多的睡墊 可是他推薦我這個 算是低價位 但是CP值最高的 大概多少 這個好像是一千八還是兩千塊 這已經買滿久了 對對對 那為什麼會特別喜歡它呢 因為它很好收納 很好充氣 對 很快 因為我還是一個滿懶的人 再來是它很好睡 就軟軟的然後很舒服 我就一直沒有把它淘汰 我已經用它十二路了 已經路過十二次了 我們有買一個那個板子 所以你們有目標說打到幾路嗎 沒有 因為每個人不一樣 有些朋友已經三十路了 然後有些可能十幾 這是個競賽嗎 就是隨便拿到一百路了 就是誰比較閒的競賽 好 這個是Polar的睡袋 踏入露營的第一年的時候 剛好過了一次生日 因為有一次我去露營店 看到這睡袋 我覺得太帥了 它不只可以當睡袋 冷的時候可以變成外套 然後我想說 老闆這酷東西太酷了 多少錢 九千 我說謝謝 然後後來我剛好就在 兩個月後生日了 然後我們露營小隊 有四個男生很好 在露營的時候 他們那天剛好很冷 然後他們就說 欸 冷喔 拿去啊 生日快樂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我的心目中最酷No.1 你當下收到有哭出來嗎 哭出來喔 那不是心意的問題 那錢的問題 沒有 因為他九千塊 那是心意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我的酷東西 所以這算是你露營必帶的 這三樣商品 睡覺組合 那這下想問說 你有沒有近期最想購入 什麼樣的東西呢 有 我覺得那個就真的大家覺得的酷東西 我超想買BD的五椅 Black Design 因為他們的東西非常不好買 對 一上架就秒殺那一種 一上架就秒殺 要買就只能買社團賣的吵架 對 那你會覺得不甘心 那是一個價錢問題 對 價差問題 然後想買一組 一整組嗎 對 因為就是出去朋友 大家就會裝備做一些比較 或可能逼顧人家的燈 但椅子不能輸 好 對 這時候幫你take那幾個 錄影的好看 欸 錄影椅喔 因為有一次我剛好跟BD的老闆一起露營 對 然後我就有跟他說 老闆 那椅子真的太難買了 有沒有辦法 唉唷 有沒有幫忙留幾組 他說他身上自己也沒有 他自己也沒有 不要騙喔 他老闆也沒有 他現在用的都是他以前就留下來的 對 他就沒有多留 難買就是因為連老闆自己 都沒有一些庫存 那除了露營之外的東西 有沒有想要買一些什麼樣的 還是露營耶 我想要買求帳的 喔 你要買帳篷嗎 我本來就有帳篷喔 嗯 因為我現在的帳篷還是我最入門的 一開始買的那個黑武士 嗯 對 然後我想買一個球帳 因為我覺得很帥 球帳是真的很帥 很帥 可是真的很貴 對 沒錯 好啦 那今天非常感謝洪軒 來跟我們分享很多 關於他錄影的一些有趣的事 或是他想購入的一些商品 甚至對他有意義的東西 對 最後洪軒有沒有什麼東西 要跟我們分享宣傳的呢 現在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到十點 台式都有全明星運動會 之後我也會有一些不同的企劃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今天的曹仁社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如果你想要看哪一位來賓 來參加我們曹仁社 成為我們的社員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後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很快會熟悉隔壁朋友的打呼聲 你就覺得好像更親密了一點 我還想會不會打他嗎 你如果在市區下大雨 你會覺得 好煩 對 可是你到山上下大雨 你就覺得合理 真的嗎 我還是覺得很煩 因為我有體驗過那種 可能一整個晚上 只睡一兩個小時 那種睡眠不充足 隔天大家在玩遊戲 你就這樣 喔 昏昏的 大家圍在一起 就是要狼一下 對 而且我跟你講 他狼是要巨牆 爆牆 神可怕的那種 一下就猜到誰是狼啊什麼的